多伦多花架婚纱摄影公司 现正庆祝20周年庆 有多种华丽的婚纱和婉装 专业摄影全套服务 全部特价邀惠 欢迎来电预约 电话416-291-2108 416-903-0886 早晨8点20分 回到广东话的嘉宾环节 今天的广东话嘉宾环节里面 我们请到的继续是 我们的老朋友刘医生 中医的教授 刘家威医生来到我们现场 早晨 卢医生 早晨 卢医生 今天想和我们谈谈 不饮不欲方面的问题 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 现在现实社会里面 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的 我们早上在这个晨组三个零里面 通常都会说一些娱乐方面的消息 不单是我们平常人 其实明星常都遇到这些问题 甚至是立刻在香港 现在有一位何慎手 经常都是帮这些明星 去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其实想问一下刘医生 为什么在现实社会里面 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的呢 基于科学窗盘 就变成了令到世界上 很多地方都有污染的问题 由污染问题就会 一个食物链的方面 也都影响又受到污染 污染当中就变成了很多时候 那些食物 又或者一些荷尔蒙 或者添加剂 都会导致人的生殖系统 那些器官功能就失常了 失常之后当然是生育上有问题了 那就是其实有些外界方面的因素 主要都是因为一些环境的问题 导致了这些问题 但是其实我们讲这个不孕和不育 分成两个部分 有个字面上来理解来说的话 可能女方有可能是有问题 亦都有可能是男方有问题的 是吗 就不育就包括男性、女性 不育就女性了 是 怀孕 OK 男人会怀孕 是 那就是 譬如在男人方面的方面 高院功能上有问题了 譬如产生的精子数量少 精从出来的活动能力不好 都会导致不育 是 那不孕呢 女性方面 如果气质性和功能性两方面有问题 都会影响到不孕 怎样为气质性和功能性呢 我们是讲Organ 就是一个器官 是 本质受到一个伤害 譬如感染到细菌 感染到病毒 或者撞车弄伤了器官 或者是他很畸形的状态 那些是气质性 是 都会障碍到不受孕 是 功能性是什么呢 人家每个月都有精奇力 为什么他成年都没有精奇力呢 那就是包括没有排卵 河宇蒙不好 或者贫血 还有很多方面的东西 这些是功能的问题了 那可能就要根据 你是到底是功能性 还是气质性 你决定你需要用什么方法来处理 没错了 所谓对症下药 那这方面 很多时候出现到 为什么结婚了半年 都没有小孩子 没有鼻子 应该去寻求医生 明白一下 教你怎样去做 应该解决到的 其实我们今天是想和大家分享的 一些药方之前 就想和刘医生谈一下 其实是平时的生活当中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细节呢 或者是饮食方面 有什么需要注意呢 你去避免这些事情发生呢 这样的 具体上来说 人家应该是作息好 是 营养对 卫生方面做得好 是 不过是特别特别不育的问题 有些是很关键性的 例如说 在女性方面 着重多些铁质的食物 铁质 因为它每个月有月经周期 都会失血的 那你补到血了 整体的身体也好 带动到 有些肯定性的肯定性 就像叶酸 叶酸 叶酸 对了 特别是准备怀孕 或者想小孩生出来的 神经健全更加有一栋保障 理想 叶酸很重要 很多 对了 好像有深绿色的蔬菜是有的 深绿色的蔬菜 对了 那男性方面呢 飲食方面有什么 男性方面最关键性就是 不要喝酒 不要吃烟 不要乱吃加工食物 不要乱吃抗生素 或者不要经常弄到自己 经常有炎症 这些很关键性 就不会影响到高原的问题 当然 卫生很重要 你不是感染病毒 感染什么 感染物 那都是麻烦的 那在食物方面 发挥的能力 能力 像我们说的蝦、韭菜 那些有肯定性 在性能力方面有特别的帮助 大家就要记得 留医生说 但还有做蒸的燃料 好像蛋白质是很重要的 是,所以海鲜要多吃一点 是的 说完这个饮食之后 今天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些 留医生的秘方 可以说是 有些药药要和大家分享 是,在我的经验上 这三十年 三十多年 这些不育症 女性很多时候功能问题 是卵巢 卵巢就是生蛋不好 或者卵巢功能不好 它来的经期 血很少 没错 这些问题上 如果单是当归或者熟地 即桌面上的当归 或者这些熟地 是用来补血的 是的,补水来喝 挺好的 那这个其实不单 是有这方面问题的人 需要喝 其实我们每一个女性 都可以用到的肯定 这个强调就是补血 刚才我说 吃多些铁质的食物 和补血的食物 但这不是说铁质 而是加强你的功能方面 刚才说铁质 是补充多些 在做血方面做好 是,好 接下来有第二个方子 是的 另外就是蓝那边 蓝方的 蓝的关键性就是 这个膏眼产生出来的症虫 这条方子很特别 令你的量很多出来 而且活动力非常强 具体上有些症子的形态上不健全 即是不正常的 这条方子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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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严重 都是很多 这个产生很多 产生这样的情况 大家可以记一记 这两个方子 分别是女性和男性 有不同的方子 是的 其实其他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除了有这条方子 如果想爱小孩子 心情很祥喜 最重要是是祥喜 精神很重要 不认为生小孩子 而祥喜 这不是对的 你为祥喜而祥喜 这样 这个附带产品 要是洁经品 其实你提到这个精神上的问题 这方面也有影响 如果心情壓力很大的話 有影響,表現各樣都差 導致不容易受孕 所以有些人具體上條件差不多 但情緒不好,有一個經常懷孕 有一個經常想有都沒有 都跟心情有關 當然懷孕的知識上 掌握排卵期是很關鍵性的 它沒有生蛋出來,你怎樣都沒有結晶品 掌握得很恰當 或者時間很接近,時間很好 它就很完美 如果隔了兩、三天,蛋都老了 不可以了 或者精蟲進去,蛋都未出來 勾成三、四天,那條蟲都懶了、疲了 都刮老了,對吧 原來蛋有一天的壽命 精蟲具體上有兩天的壽命 如果你掌握到這個關鍵的常識 又會很開心 又搞定身體的功能 是 這樣就成功了 就是時間也很喜歡 飲食也很喜歡 時間也很喜歡 甚至大家的精神方面也要填補 非常謝謝劉醫生 今天上來和我們分享這麼多 謝謝你 待會回來 還有國語的嘉賓環節 我們待會見